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我是CC 然后你可能发现 我的这个办公室现在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首先这个绿布 消失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它还变成蓝色 没有其实 其实是这个后面 后面是绿的 然后 太倒了 然后呢 这本来有一个床 它也没有了 这里还有一个桌子 也没有了 你可能在想 哇CC你现在这么穷了吗 你都卖家具 才能活得下去吗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唯一的原因呢 就是 我想给这个改造一下 所以后面可以放个沙发 那里放个电视 因为后面放一个绿布 每天 在那里工作 就感觉很他妈的封闭 所以今天呢 我买了个沙发 然后呢 明天就会到 然后估计我这种人组装 要组装个48小时左右 然后呢 就好了 但是你们肯定不在乎这几点 对不对 你们在乎的是 CC 你怎么到现在 还没有更新视频 你他妈的在做什么 那么这个 这个我也是有借口 理由的 OK 我也是有理由的 如果你记得的话 这个前几天 我这个办公室有个暑灾 那个事情花了好几天 找一个人过来 把里面的洞全部填好 然后放一些什么 粘术板 然后我还踩到粘术板上面 所以有得买个新鞋 这是一件事情 然后其实一个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视频 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现在该做什么视频 我记得我在直播的时候讲过 为什么我从一个月之前 开始更新就有点慢 你们可能记得我一个半月之前 在一些Vlog 里面说过 我最近社活中有些事情 这是为什么 最近视频更新有点慢 我直播也讲过 那是因为 一个分手 一个500天 来来回回的感情 所以在那时候呢 我就花很多时间 和朋友在一起 花更多时间 不在做视频上面 而是花更多时间 在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不得不说 这一段时间非常好 然后我也觉得 我也学习到了很多 然后我感觉 我前一会的改变 比几年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花了这么多时间 不在视频上面 也让我想到 我到底喜欢做什么类型的视频 到底我想要 做什么类型的视频 如果你是个老粉丝 你也关注这个频道 非常非常久 我差不多四年之间开始 那个时候 我们只做MC视频 做了差不多两年还是三年 然后一年之前呢 我们的频道 有最大的变化 我开始做这种 真人类型的视频 这种搞笑类型的视频 然后一开始呢 我非常喜欢 我现在还是非常喜欢 做这种类型的视频 但是说实话呢 现在的我 一想到 我要打开一个摄像机 然后去娱乐这些人 去让这些人笑 摆出一个搞笑的外表 让你们笑 开始让我有一点点反感 但是这也有可能 是因为我最近 没有再更新很多视频 所以我不习惯 做这种类型的事情 而不是我真的讨厌 做这种类型的事情 我现在还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得慢慢慢慢的回来 然后呢 我才能告诉你们 我想做什么类型视频 你们以后会看到什么类型视频 然后这个频道以后会怎么样 所以我做这个视频呢 只是想和你们面对面 屏幕对屏幕 交流一下 我最近做的一些事情 我最近人生中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以后频道上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可能就像一年前 频道从MC内容变到 个人生活类型内容一样 最近几天呢 或者最近几个星期呢 你们会看到一些新的内容出来 一些新的种类 因为我也想尝试一些 新的种类的视频 我还不知道会是什么 但是肯定会非常棒的 或者也会非常赖 你就取到订阅就行了 还有一些人问我 你为什么不做稿式视频了 最近董熙尧事情啊 什么那些什么人事情啊 你怎么都不去搞了 你怎么都不去谈了 特别是董熙尧 虽然已经过了差不多几个星期 但是董熙尧的稿子 我在老王稿之前 就已经写好了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了 就差拍了 但是说实话 我现在不怎么想做稿式视频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过不了审 在这个必然上面 第二就是 我真的不怎么在乎 这些互联网上发生这些 无聊的事情 真的 这就为什么 我就没有去谈这些事情 因为对我来讲 没有太大意思 就是一群 如果是在那里偏偏弱智 然后两边弱智 都觉得自己很聪明 我现在也觉得自己很聪明 所以我也是个弱智 所以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思 所以我也没有做这些稿式视频 对 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我没有谈到的是这个广告 所以你可能在这个频道上面 会看到一些广告 这个月还会有几个出来 我知道我广告接的可能有点多 但是在前一月时期里面 我发现 如果没有一个底线 如果没有一个时间 说在这个时间之前 你必须做一个视频出来 我发现我没有任何动力 做任何视频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有个广告单子出来 然后我接了的话 那个视频的质量 往往都比我以前 普通的视频的质量还要高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感觉 我有更多动力 去做我更想做的事情 只要我找到 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就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广告还是会有的 这些广告的钱 就花在这种东西上面 把这个床搬走 把这个装饰更好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一个更好的背景 然后凑粉 现在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好久没做视频 才拿起摄像机 非常非常奇怪 然后我感觉 我感觉会慢慢习惯的 差不多是这样子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留在评论里面 我是不会回答的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又回来了 因为我忘记了一件事情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 不知道怎么翻墙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有个Instagram 还有一个Snapchat 所以如果你想跟随我的话 你可以 在上面跟随我 我看这些时尚播主 他们都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也注册了一个 而且我觉得Snapchat 比微博故事 不知道 搞到哪里去了 所以你会看到 我一直在上面发东西 你也可以给我发 你的一些图片 或者一些视频 如果你不知道Snapchat 是什么的话 就是那种 越后几分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给我发 对吧 或者你不想也可以 拿了就算了 OK 谢谢 行了 拜拜 拜拜